Hello 各位 今天是个人频道有片出 因为有东西要买 这条片 完全不关影音 不过是关于4K 就是之前也试开 就是4K IPCAM 大家好,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郭仁频道 今天是和大家一起买4K IPCAM 有光电 开播之前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影音器材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 不同的Gadget、产品测试 市场最新资讯和小教学 记得订阅我这个郭仁频道 当然也要记得订阅FeverSound.com 的主频 报纸是最新的 在中间的过程 出了一只4K 先开箱 还有一个 不知道大家是否关心 是越南制造的 终于开到 尺寸就是这样 算不算大呢?不算大 这个是机座 好了 这一只东西就博上网 然后它就会和这些IPCAM 连接 所以 你放在最接收的地方 就可以放很多东西 可以的 很有趣 你知道这个镜头经常要扭角度 扭这个扭那 其实 这个完全是一个 磁力吸着就可以任你扭角度 你放在一个矮一点的位置 人家一下就拿走 好,接着还有两粒电池 这个就是4K的版本 4K 这一套 其实都相当昂贵 当然它的实际是最高 如果有些朋友觉得 我不用它做4K 这么贵 这个便宜一点 也有2K QHD 2560 x 1440 的画质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不过解像度低级 还有便宜一点 有两个Bass 其中一个Bass 你见到外出了 就是因为我掉下来 有两支镜头掉下来 录制了的画面 基本上它会放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云 录制了有什么画面 都会自动上一份去云 有三个月免费使用 之后就要付月费 Local 这一袋 它是Micro SD 卡 放在底下 有什么好处呢? 比起那张卡 不是直接录制了 如果我去这个Camp 键 刷 它要收了你的Camp 其实整个Camp 迫了你 或者抢了你 拍回来的影片就会没有了 除非你想坏 屋里面收的Bass 收得好一点 那些影片相对上 相对上会安全一点点 还有 Local 这样去录 就可以录得所有Camp 最高的画质 即是说 我现在在录制4K 它就会有4K的画质 我们可以看看 每一支Camp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现在的IPCamp 究竟收回来的讯号是否强 你看到这里就写着强 究竟Camp detect 到有多少Motion 它才会着警报 Spotlight 有什么用呢? 就是 如果它 detect 到你的Camp 是有Motion 有人走过的话 它就会自己立刻着灯 比如说有些人住村屋 有些路其实就没有灯 所以就很黑 所以这支灯 它会感觉到有人走过 它会着灯 虽然也不是很光 但也是一个挺好的功能 这里就是你可以教你的画面 选择某些位置 只是那个位置才会着 究竟Motion Detection 会不会影响 例如说你只是拍着门口的正门 其他你不只拍的 可以吗? 是可以的 这里你也会看到 Cloud Cloud Storage 就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在Local Local 你可以看到 就是有4K、2K 它的画质是最高的 Cloud 就是1080P 最后就是这里 就是给你按 究竟Motion Detection 是否亮或是不亮 你可以怎样搞 你可以选择某些Camp 某些Camp 一个键可以关闭 或者是设定了 分地域 或者是分时间 例如我只要Camp 晚上11点后 至到清晨8点才亮 这里全部都可以设定 好了 主要就是这么多了 现在我就进了镜子了 应该两个Camp 是会同一时间 就是会感觉到 有些动作 那它就会自己录影 那就不用我按录影 我都没得按 这个不是Camp 就是说 总之你这里 看到没有人 那它就不会着急 你看到有人走来走去 它Motion Detect 到画面有改动 那它就会录影 然后就会录上去云 现在我设定是录上去云 同一时间也会录一份4K 如果有4K 即是最高resolution 最高画质的版本 到Base 云的版本是1080P 其实都可以的 我现在就会看到 我现在放的Camp 就exactly是放同一个 即两只Camp 放在一起 那你就会见到 Ultra 版的4K 那个YD的Angle 除了它真的4K之外 它是YD 镜头有三个角度 那就是选了 变形最小的Version 现在这个Camp 就是两个都叫中间Y 中间的广阔广角 我现在看就两个都已经是 变了形了 现在这个Camp 就是两个都叫中间Y 中间的广阔广角 我现在看就两个都已经是 变了形了 好了 现在这个就是最远的模式 就是Arlo Pro 3 2K那支 其实已经去到160度 好了 现在这个就是最远的模式 Arlo Ultra 就更夸张 它现在说到180度 即是说 就算我走到一个很接近Camp的边位 都可以看到的 现在的录影就是以一个变形最小的角度 以及是以一个4K的解像度来录的 收音呢 都是用Arlo Ultra来收音 也可以设计就是你录到有东西 它可以分析你是什么动作的 什么人啊 人啊 物啊 车啊 它都会和你分析 但是我暂时未玩到这么多的角度 另外我想跟大家说 如果大家有看这条片 最初就是8月初的 今天已经是9月10号了 因为中间我们要搬写字楼 搬新坛 所以就有整个月时间 我们也是没有时间处理这条片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说就是 这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那个Camp 未停过 不断地开 现在你看到这个Camp 它都还有60%的电 我觉得很神奇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可以做到这么耐用的电 我还打算说 应该要长期拖着USB线 让它充电 现在外发它完全不用 那画质如何呢 我现在不知道啊 大家经常看这个画面 究竟画质如何呢 大家留言告诉我 大家要留意 因为它是所谓的HDR 其实不是我们看Blue Ray的HDR 是你现在拍一个场面 一个环境 它有光的地方 它有暗的地方 光暗的地方 一般IP Cam 一般IP Cam 的对比度 欢容度很低 所以如果你拍了光的地方 暗的地方都看不到 反过来 暗的地方看得清楚 光的地方都爆了 现在我特意开掉一支灯 这支灯是100% 现在很光的 所以正常来说 应该爆得很厉害 这一部分都爆了 但是 现在你看到 只是爆了一小部分而已 接着我要做的就是低光 我关掉一支灯 逐支逐支关掉 关掉它很暗很暗 究竟出来的画面会怎样呢 应该会有很多Noise 我相信 我们可以试一下 现在呢 老实说 我觉得 现在看得很小的那些 但是这是晚上 我不在公司的时候 我去下班 我会开两盏灯 因为视频室是没有窗 所以我觉得太黑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但是呢 我设定了一个叫做 彩色低光的模式 它就会保留到彩色的画面 很暗 好像现在这么暗的光 基本上它都可以做到彩色的画面 现在基本上真的很暗 因为我现在看就... 对 总之很暗 OK 好,这就是低光的表现 最后简单说一说使用感 用了差不多有三个星期 首先就是它的4K 真的画质也很高 我想家用的镜子 一般来说都是1080P 你真的可以当它是... 什么都不用拼搏 不用拖线 不用跟WiFi 不用拼记忆卡 然后按着它 它还有一个磁力头 又有抬起头 变成你要放很多不同的位置 它都可以放得到 好了,看到这里 如果你大概都知道它的价钱 你应该都会觉得它贵 因为它应该是同类产品之中 家用的IPcam 它也算是最贵的 你选择一些其他品牌 可能200多元有一个IPcam 但我最后都决定 在室内我要买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之前其实都一直有用 200多元的1080P的IPcam 真的很便宜 但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把那个cam 就放在他家里的门口 他只是放在家里的门口 但有一天 他回家 接着那个cam 就跟他说 Hello,你回来了 他没听过的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有人进去他的cam 看到他回来 然后就在这个cam 叫咪 跟他说你回来 所以突然之间 他立刻很害怕 因为... 原来他是买了一个 被人监视的监视器 在家里 那当然... 我现在手上这个 是不是真的... 100%安全呢? 没有人可以回答你 但是... 无论他的技术 他的一些服务 都是... 令到我们用家 会比起一些很廉价的IPcam 多一点点信心 那我就因为多了一点点信心 再加上... 它是可以干电 和可以有4K的解像度 那我就决定 我们室内的IPcam 就用它了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IPcam 的需要和看法 怎样安装 安装不安装 装在哪里 怎样设置 都是自己的看法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那... 真的很贵 好了 那今天跟大家介绍 这个... Arlo的Ultra 和Arlo的Pro3 两款IPcam 可以放室外用的IPcam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 记得订阅 记得订阅 有新片出来 你们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好了 下次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我买了的 五种旅行的Gadget产品 下次再见 拜拜